下面 男女双方交换婚点 阿姨 这儿呢 你们可来了 他们都要交换戒指了 那又怎么样 我都来 你怕什么呀 走啊 我不进去了 阿姨 快点吧 我不进去了 您快去吧 快点 慢点 停 停 停 都干什么呢 停 怎么回事啊 拉上个篮 全部给他停 滚回去 让开 不是 不是 何欣 你结婚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告诉爸妈呢 是谁教你 是不是他教你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我教你的 妈 你干吗呢 跟着喊 阿姨 对不起 这么大的事我们没通知您 是我们不对 我上次跟你怎么说来的啊 我就知道你不会跟我儿子说的 何欣 就为了这么一个贱人 你把妈都忘了 你说什么呢 谁是贱人 她是我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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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多客气点 怎么个客气啊 我平时不跟她客气啊 何欣 你 这人是谁啊 这人是谁啊 我妈 何欣的妈呀 好吗 这边那摆地摊的那大骗子嘛 reversed 真是冤家路着啊 你怎么穿这儿来了呀 爸 什么情况 她是你爸 何欣 你居然把这个骗子的女儿要娶回家 我跟你说什么好呢 婆婆 你说谁是骗子呢 这个人 就你旁边这个人 骗子 大骗子 我旁边这个人是谁啊 没礼貌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他 他是谁啊 朱建建人 骗子 真没礼貌啊 怎么 都不够 他就是个大骗子 蹲了三年监狱 知道吗 我说一遍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再把老婆说一遍 我说 你说一遍 你认识跟我妈说话 我给你提啊 再说一遍 怎么啦 继续动 过来 就是个大骗子 怎么啦 还祖团来了 骗我 不是 妈 你连一口一句骗子吧 这位大婶啊 既然 您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那您哪 干脆说清楚 我们老朱的闺女 怎么骗你们家儿子了 摆在桌面上 也不用藏着掖着 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你说 大骗子 您这怎么着啦 组团来骗我儿子是不是 你甭想骗我 我告诉你 不是想听吗 好 我还有证人 有证据 来 把证人给我请过来 来 来 把这句话给我交过来 什么证人 来 不是 怎么这么复杂 这难道 你们都不知道吧 过点摆地摊还是骗子 这不得 什么人啊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小姐呢是叫余娜 圣马科医院的余医生 余娜 那你是跟我怎么说的 跟大家好大声说 说清楚 就是台上这个新娘 她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给她出一份假的提点报告 证明她有供给埋 她说的就是胡话 这个女人我根本就不认识 你胡说 我跟师姐一块提点的 我们根本没有见过她呀 有 你什么人别带着 她就是骗宽的 你们都被她骗了 她给你们的报告是假的 这本报告是真的 那好了 我们都有证明 好好看清楚了啊 我看你们 看你们 有证明啊 没事 我说没事吗 没事 我说嘛 我说咱老实验不能那么倒霉啊 就是啊 他不是什么样子 那缺德事 你是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是不是 干嘛呢 妈 你太过分了你 这是个骗您 你干嘛呀 妈 夫人 夫人 小姐 你太过分了你 就是真的吗 我都知道你 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宏欣 你被她骗了 还是个骗子 这个报告是真的啊 这报告才是真的 对 这是真的 你相信我 他求了我好半天 我实在是拗不过他 他跟我说 他老公有婚姻恋 他想挽回他老公的心 然后我实在是拗不过他 我就答应帮他这个忙了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想骗婚啊 这人那说什么 他要胡说 这个人是谁我都不认识啊 还装得可怜兮兮的那一二你 我真的不认识啊 你像骗婚 何欣 你的意思是 之前的那个是假的 对 它是假的 何欣 你被他骗了 他是个骗子 这份才是真的 对 明白了 这份才是真的 苍天有眼 我是 Bod 也就是说 咱没病 咱什么病都没有 咱好着呢 那婚礼还举行不举行了 当然举行了 当然举行了 奏运 这是什么 好啦 这你妈给欧走了 停 零零嘛 这婚还结吗 结啊 那是不可能的 叔叔 爸 爸 爸 不可能的 爸 爸 爸 老朱 爸 老朱 老朱 干什么这是 老朱 老朱 何欣 你给我听好了 你这脑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呀 我是你亲妈 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对不对 你就听那女人的话是吗 难道我还能害你吗 妈 你糊涂 你真糊涂 你不光中了敌人的奸计 你还给他当帮凶 你害死你儿子 你知不知道吗 气死我了 依娜是什么人 你敢信他 你忘了 三年前我跟他怎么分的手 他当着我的面 上了别人的宝马车 你忘了 他以为我是个穷小子 对不对 他是个败鸡女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怎么能信他呢 这一切全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不是 我跟你讲 从一开始 就是他把朱朱的这个体检报告调了包 为什么呢 他想让我跟朱朱分手 他想让我嫌弃他 他得了癌症 结果没成想 我更快地娶了朱朱 他这一记不成又生二记 所以 这才编出一套谎话来骗咱们 你还真信了 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呀 妈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 我跟你说不明白吗 就 这样 妈 今天这事就送过去了 你虽然把我的婚礼给搅和了 没关系 反正我们家朱朱没病 好着呢 这我就开心了 儿子就开心了 明不明白 我希望下次我补办婚礼的时候 你不要再横家阻拦了 行吗 如果你要再横家阻拦的话 我可就真跟你翻脸了 怎么样 难道你还想跟我断绝关系吗 你就为了这么一个女人是不是 还想下次补办婚礼 门儿都没有核心 你给我听好了 妈 我说什么都 你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呢 你为什么是非不分呢 中间不变呢你 我错了吗 难道为我错吗 我这都是为你好 我上次走走家 搬养你了我告诉你 可惜你给我听好了 你还说人家余娜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凭什么呀 人家还不念着你跟她的旧情上吗 真是的 你别跟我玩手机了 你听见没有刚才 我这都是为了她好 你看看太没良心了 今天 在那个婚礼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把我伤伤什么样啊 我爱她亲妈呢 对不对啊 还有你看那个王淑珈 人家是有钱 你再看看人家那儿子对妈什么态度 你再看看人家那女儿 你看看你们俩 我跟你说什么你看 你就跟没听一样了 不是怎么跟我又丑上关系了啊 你今天去完婚礼一口一句流氓 那你像话吗 还说我吗 什么叫我 我怎么我我我 我还不是为了保护你们俩吗 对不对啊 啊 这都是为良心你们 干嘛呀跟我回家 你给我给我手 我不认识你 跟我回去 跟我回去 你再不再说我喊人了 你怎么啦 你怎么那小弟啊 你怎么那小弟啊 我媳妇她喝多了 你能不能小时一点 你这个手里有人休息呢还 好 我们马上走 马上走 不好意思 谢谢 喝多了 都嫌丢人是不是 每次喝那酒都这样 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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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回家 救命 喝喝喝喝 你可来了 就等你了 来 看看看看 先到麻辣椒里 来 喝酒 喝酒 来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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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媳妇她喝多了 不好意思 马上走 马上走 救命 这不嫌丢人是吧 哎 两口子打架了 怎么知道 不像两口子 来 走 咱回去睡觉 哎呀 我再看看啊 什么东西啊 绝对专业 继承了我爸的天赋了 来 你给我 我以后就值得这照片活着了 什么时候 嗯 有人喊救命 啊 哎 服务员 先生 你好 出什么事了 哦 两夫妻吵架 说是啊 那女的喝多了 那 干嘛 喊救命啊 我看呢 应该是那女的偷人了吧 偷人了 哎 先生你 哎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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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雨 来 请你 不好意思 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那没事了 哎 你忙吧 我觉得不太确实 哎 啊 怎么了你 人家喝多了 你还靠管闲事啊 不对不对不对 我觉得有事 这样 你再无心待着啊 自己先玩玩 我去就来啊 哎 住手 给我回来 这么丢人了 哎 给我回来 快 哎 妈 给我回来 来 给我回来 坐下 住手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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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你 妈 妈 你还在跟着拉拉车轮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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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媳妇她喝醉了 妈 我带她回家 这是你媳妇啊 我怎么看着不像呢 妈 告诉你啊 少管闲事 走 走 给我回来 管的就是你 看什么看 没见过 客瓜子 客丑个臭臭 你臭臭 你真要吃 救救你 你救救我 我根本不认识他 我连他叫什么名字 我都不知道 你救救我 少管闲事啊 给我回去 回去 快 哎 哎 倒了点啊 哎 别动 哎 哎 我告诉你啊 你这人身伤害 你们放手 要不然报警了 哎 不用报警了 啊 我就是警察 哎呦 就你这事行得还警察呢 你要是警察 我还警察局长呢 你有警官证吗你 我穿成这样 哪儿给你找 找警官证去 待会儿给你看不迟 啊 甭着急 什么证呢 啊 有有有 跟 对 你看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收起 好 你媳妇叫什么名啊 啊 我问你话呢 你媳妇叫什么名 少管闲事啊 我去放开 哎 别你自个儿媳妇叫什么名 你都不知道 啊 刚有那么打媳妇的吗 我早就看你个问题了 知道吗 姚费 哎 哎 哎 叔叔 阿欣怎么回事啊 报警 我给他录一条啊 哎呀 我天呐 小心 来来来来来 干瓶干瓶干瓶 干瓶干瓶 你还说不喝 小伟儿喝的最多的就是你 小伟儿都要你哪儿呢 你卖 还说不喝 喝的最多的就是你 对啊 这才像你嘛 对啊 我二的 来来来来 走 哎呦 我冻刀了 黄先生 我离开 我把警啊 别别别 报警吧 赶赶赶紧 赶紧回去 我天呐 你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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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她大姑 啊 来 欣欣 嗯 咱们去找阿姨 好不好 来 哎 咱们去找阿姨咯 咱们去找阿姨咯 来 去找阿姨 哇 好长男生 哈哈 对啊 拿着 把小哥女生 放好长男生 我 你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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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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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 怎么有这么多棒棒槽 我咋 桃宝 怎么了 桃宝 我 我说她大姑 我 我 我 你这大姑娘 还要跟我没见过你 不是 我 我打个子 前来了 我 我 我 你这大姑娘 还要跟我没见过你 不是 我打个子 前来了 不是 我打个子 干什么的 不是 干什么 你干嘛的 我这害她爸呀 你什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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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啊 操吧 是谁 我还不说 我还不说 我没得办 没得办 你们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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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嘛 你干嘛 找我 你们真的动了动了 喊人呢 抓人犯子 怎么 看我 好 好 好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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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饱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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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咋 还打什么呀 我看你这混音 你说鸟别冲啊 关我们家事 打什么你 干吗打人 为你屁事 何欣 抓人犯吧 别上车 老实点 妈妈 大娘 抱我报个警 麻烦你 抱抱 抱警啊 打发人家都有电话 你早上给我够大的 光天化日在小区就敢行不行 你等着 老实点 我弹跑了 来来来 弹跑 弹跑 快 快 快 不快 不过了 不过了 你家伙子吗 来来来来 带来来来 带来来来 带来来 咱保安呢 怎么差来啊 干说来啊 你给我带我给你们 带我给你们 到旁边啊 跟着跑了啊 整场马上就到 叔叔 你没事吧 安理一拳 没事 那咱上医院吧 莫国军 别见啊 叔叔 你别死撑着了 刚那拳挺重的 走吧 我回家 我回家 回家啊 我回家 行 来 回家 走 慢点啊 叔叔 慢点儿 叔叔 慢点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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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叔 不是 孙叔 不是 你要实在不行 咱就上医院吧 不是不是 你孙叔 不是 我上什么医院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没事了 不是 我送了你的出了要求怎么办呢 那么几下子 那忙我怎么着啊 行 谢谢 再见 走吧 别闹了 我现在走还是人吗 走走走 握屎握屎 好了 歇会 我看着你没事 我再早 衡不着 跟这站着别动 行行 我跟这站着 你瞧瞧 你瞧瞧 我说什么来着 你非来着吗 逞什么能吧 你是老英雄 你是老英雄 我服了 我服了还不成吗 你赶紧赶紧坐会儿坐会儿吧 趟会儿趟会儿 不是 不 我觉得咱没必要逞英雄 咱上医院吧 瞧一眼 成吗 我觉得那孙子下手挺狠的 哐唐就一拳 就这儿就这儿 我就在这儿疼啊 不是 你你你这岁数 你得考虑一下 年轻人挨这一下 也受不了 好吗 你干吗这么倔 咱上医院瞧一眼 你不放心吗 起来 我长这么大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绝的老头 我真的 啊 好了 烦不烦酸水 你可以走了 我不走 我就跟这儿坐着了 怎么还不走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不走 我可真要犯病 犯什么病 该找我伺候你 我就伺候你了 怎么着 我替猪猪伺候你 有毛病吗 有毛病吗 我不喝 我不喝 我喝不下去 我能喝水吗现在 你喝 我喝 我说那孙子刚那拳 真有点狠啊 你这么大岁数 能挨这一拳 我觉得挺佩服你们 真的 你年轻时候是练的吗 啊 练的是大成啊 还是永春啊 你告诉我啊 我打心眼里 就不佩服你们 真的 有正义感 你是这个 你是这个 真的 你不愧是猪猪他爹 你不愧是我女朋友他爸 够好啊 说完了吗 说完了吗 我告诉你我 我用不着任何人佩服我 这是一个人应该做的 我还不是恭维你 我就是佩服你了 怎么了 你刚那一幕就把我镇着了 我觉着特别棒 我觉着咱小区如果都像你这样 那自然绝对好 别提咱们小区啊 别提 一提这小区我告诉你 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你就说今天这事吧 多可怕呀 人贩子愣能混进小区来 光天化日之下 他就把孩子交给弄走 顾那么些个保安干嘛吃的都是 不是叔叔我跟你讲 这事绝对是我的事 是我们物业的疏忽 我错了 我不光对不起您 我对不起花园里所有小区的居民 你等着 你看着我怎么做 我把这些保安我全都给开了 我全都换了你信吗 我全换 你以为开几个保安就完事了 你得从根儿上找原因 根儿上懂不懂 什么根儿啊 你以为 想当一个合格的保安那么容易啊 我再找一批更年轻的 更有劲的怎么了 你别跟我聊了 够有劲的 你以为一个年轻的 就因为他是年轻 有个好体力就能当好保安了 首先一个好保安 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素质吗 首先他得有觉悟 除了有觉悟你还得有正义感 等会儿等会儿 叔叔 我不按你说 我 我确实是 第一次做无疑 我没经验 你也看出来了 你别笑话我 你把你这些经验 你都传给我 行吗 你 你家有笔和纸吗 我记一下 什么脑子你 还什么纸 不是 你说这么多 你快走吧 你快走吧 我 我得记一下 我求求你 越快越好 赶紧走啊 我真 等你舒服了 我再走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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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爸 爸 火火火火的干吗呀 没事 爱丽一拳 爱丽一拳 挺重的 挺重的 不是 你是唯恐天下不乱 是不是 什么 这事你也告诉我 归你干吗呀 我 嘴怎么那么快呀 我没说 我没说 不是我说的 是我说的吗 我没有 爸 爸 没有任何人告诉我 我今天那个活动 我临时取消了 我就想着 这不早点回来陪爸吃个饭吗 爸 爸 妈 那儿没事 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啊 那叔叔非说不去 那我还没办法呀 不是 爸 你说我这一进院 我就听他们说 说您的英雄事迹了 是不是 我说什么来着 我什么人在这儿说呀 好多人都在这儿说 那见着我就拉 我就跟我说 说您今天怎么奋不顾身 勇动歹徒 把那淘宝给救回来的 但 我给我下呢 叔叔 叔叔 行了 这回花园礼大拿 啥 英雄 不是 我没说错呀 对不对 这叫建勇雷 勇动歹徒这事 何总也出手了 不是 咱一是一二十二 不是 实是求是 我 我 我那是本职工作 您 您这是额外的 让您受惊了 我 我对不住你 真 对不住你 爸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我们公司啊 现在正好缺一个高级顾问 我觉得叔叔是特别的合适 我觉得这主意太好 除了是年龄 月龄 还是这个经验 叔叔 你能从了我吗 爸 这 你能不能当我们公司的高级顾问 走走走走走走 快走走走 我高薪 我高薪聘请还不成吗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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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离我远点了 疼 快离我远点了 疼 让他当我老板 此言差意 叔叔 你听我说 你上我们公司当了高级顾问之后呢 我呢却退去二线了 所有的那个日常事务呢 就全部由您来打理 真的 不是 你 你上哪去 不是 我觉得你一定要考虑一下 我们公司真缺这么一个领头羊 真的 我 我给你 快快快 不是 叔叔 你要这样的话 咱就上医院好吗 我打120了 对 打120了 对对对 你看你不这样啊 打120 打120 怎么 怎么状成这样啊 我 我头疼 我 我不是肚子疼 我头疼 我让他给我 给我说的吧 不是 我去 不是 我去 给我找个安静点什么 不是 叔叔 我真心诚意请 不是 我真心诚意聘你 你给我找个安静点 我去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谢谢 叔叔 叔叔 我真心诚意聘你 不要 我算扑着你 哎 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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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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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呀 我又是忘带了 我去拿一下 要不开我的车重了 你的车 坐那 事儿 走吧 好 啊 theft rec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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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坐吧 坐 来 喝点水 你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我要说只有一件你信吗 那你说 你看 这是我们的全家福 我就瞒了这一件事而已 你记得吗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爸我妈是做小买卖的 我没骗你 他们之前确实是做小买卖的 只不过后来越做越大 做得非常大 这是十年前拍的 当年喝了初三 我高三 后来他去英国了 我考上公安大学了 但是这是我们家最后一张全家福 为什么是最后一张 我爸我妈的感情啊 早就破裂了 我爸一直有情人 但是他们为了我们 一直没立婚 后来一直绷到 我上大学或者出国 他们才正式的把立婚手续办了 我当时死活要当警察 他们不同意 让我接管他们的家族企业 我一期之下跟他们闹掰了 离家出走了 出去之后就没再回来 就是因为你要当警察 不 是因为他们离婚了 我就在这个家没了 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要翻回来找你了吧 因为我知道 只有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有回家的感觉 那你也没回来找我呀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的电话 要不是我爸 知道吗 我离职的那一天 我整个人都被掏空了 我当时真的很崩溃 我万年聚会 我觉得咱俩肯定完了 咱俩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了 咱俩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了 为什么 因为你爸是一道过不去的坎了 我约不过去 后来我上山了 我想 忘了你 忘了这一切 我以为我只要咬着牙 多过了这段时间就没事了 但是我错了 我在社长不管是看拽做饭 还是突兀不爬山 我每分钟都在想你 完全回之不去 我不管是睡着还是醒着 我一点不夸张 每分每秒 我都在不停地思念你 我无法控制 完全回之不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后来有一天我徒步一百二十公里 我走了整整一天一夜 我累坏了 到了营地的时候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真的 就这样 我还是没有办法停止去想念你 你说真好 但是您还是没有来找我 这是有原因的 我告诉你 这回我不可能再打无准备之仗了 我不会像上次一样 溃不成军 我想真之后 就开始了第二部计划 那你能跟我说说你的计划是什么吗 我说出来你不准笑我 你先说 我直接买了一个物业公司 接管你们花园里小区 你说什么 你买了一家物业公司 对 这是最直接的 这样我可以每天见到你 也可以保护你 顺便拿下你吧 快 你们家 到底有多少钱 这么说 你其实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对吗 我讨厌别人叫我富二代 我最讨厌这个词 你说谁不是二代 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对吗 我们都是二代 但是我们没有权利 选择我们的上一代 不是吗 我需要你知道的就是 我就是我 你变了就行 你现在看不出来我们的差距吗 初初 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差距 对 一开始的时候 你只是个小警察 我也只是个小演员 但是现在呢 我还是个小演员 可是你呢 你从骑自行车变成了开豪车 可是我还是开始我的QQ 还有这个家 差距真的太大了 我 听我紧实了 你呀 你变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你看 你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 还有精力 放在外部的这些物质上 对吧 我以前没钱是个小警察 现在如今 你说我是富二代 那么OK 我就是富二代 但是核心是不是还是那个核心 没错吧 对不对 何欣 你知道我爸怎么说的吗 以前 他说核心 是个小警察 没房没车 但你知道我怎么说的吗 我说那也比富二代强 因为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 可是现在呢 你知道我这两天想了很多很多 我想 如果你跟其他女的没什么 就算你没了工作 我都不会离开你 因为我们是真心相爱 对啊 那我们现在这是真心相爱吗 我没钱当小警察 你可以爱我 我现在有点钱了 你反倒不爱我了 这不合逻辑 你不是有点钱 你是太有钱了 这是锦上天花的好事啊 朱朱 啊 不是 朱朱 你现在啊 猛一下翻不过这个交角 没关系 一点点适应 来 你摸摸我 你来 你摸摸我 你好好看看我 我 我求你 你别逼我行吗 我一点都没变 你看看我 我不是逼你 你听我说啊 朱朱 我不管以前是小警察也好 现在是富二代也好 你怎么想都可以 但是我希望你明白一点 我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咱们俩好 知道吗 我都是为了和你在一起 就这么简单 没别的想法 不是 你现在是不是让我退回警察 卖房卖车 变成一个穷光蛋 在街上骑堂 你全新了是吗 是这意思吗 你到底要什么 这变化确实有点大 我给你时间 我给你 朱朱 朱朱 朱 对不起 朱朱 对不起 我不该冲你这样了 朱朱 我知道你现在一下接手回合 我真的错了 朱朱 只要你高兴 我怎么样都可以 好吗 我等着你 你不必给我回复 行吗 你别害怕 都是我不好 打护了 我到底的有什么嚴重 还得到了 这可以说 这话是什么 什么事 一会儿见啊 我等会儿见啊 张红卫好 怎么啦 好 还真是冤家路宅啊 走 过去打个招呼 难道 你真正要跟他打招呼吗 难不成我还得躲着他 走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很好啊 你不认识 我倒不想认识 这位不是白小姐吗 穿成这样我都不认识了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 白薇 是吗 我上次见她的时候 她还是别人女朋友呢 她是在哪儿 那他不认识啊 那个是我女朋友的 说话别带刺儿成嘛 你想挑拨离间的话 我告诉你 你可是打破算盘 这小庚和小猪猪 他们两个可是早就见不见了 你叫他小庚也就罢了 还叫他小猪猪 你叫那么亲日啊 叫给谁听啊 反应这么大呀 难不成也吃醋了吗 对呀 我是吃醋了 他现在是我男朋友 我吃醋不应该吗 难怪周先生的作品都能入围 咱们这次展览了 合着是有人照顾了 我倒觉得呀 这次的评委选择是不是有人照顾了 你那几幅画我都看过了 有很严重的抄袭的痕迹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这么幼稚的画风 怎么就选择了 灵感本来就是互相启发的 不管他学了谁 还是借鉴了谁 只要最后画出来是他的风格 那就是原创 我倒是觉得 下一次对评委的选拔 应该严格挑选 不是说有几幅作品 就可以跑过来对人评测论服的 最主要的是 要有独特的眼光和胸襟才行 要有独特的软 没有什么可聊的了 你过去要下 嗯 周朱 周朱 怎么是你 对呀 我刚才看你半天了 你居然没看见我 你哭过来 出什么问题了 跟狠蟹找下来 没有 我 我就是想 一个人过来喝点酒 你先忙啊 我没事 我陪你 朱朱 你这个样子 我怎么肯当让你自己一个人喝酒呢 你干嘛呀你 朱朱 你放手 不是 我现在就想喝点酒 你拦着我 我喝点酒 你拦着我干嘛 我现在就是想喝点酒 我就想喝点酒 那他要是说我是天花老子你还带我供下来怎么着啊 那我还说他是杀鸣犯的 那你们也是抓他呀 你说软是软啊 啊 正经呢 我们这事实说的 知道吗 什么叫事实啊 谁能知道我的事实啊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 就是刚才在车上来的 来来来 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 得 老大爷啊 你从这儿去啊 您进去啊 嫌疑人坐下吧 坐下啊 你进来跟我连半个字还没说上呢 就叫我嫌疑人 坐下吧 坐下吧 警察同志 我再跟你解释一遍 我绝对是冤枉的 我根本就不是那卖家具的那个店的他叔 我也不认识那小子 我是给他看过两回摊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卖了黄黄的假家具 还是真家具什么的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懂那东西 我这还有急事呢 是不是你们看看就让我走了吧 你有急事 我告诉你 我中我有比你更急的事 真的 来来来 赶紧坐下坐坐坐坐坐 到这儿来的人 都说自己是无辜的 你别来这套 请你坐下 谢谢 谢谢 嫌疑人不语气电话 怎么带进来呢 拿过来 我家里人拿来的 你们管着呢 我抱着管的就是你 干嘛呀 哎 干什么 干什么 我不让你接来是吧 肥小欣 来 你好 是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对不起 暴力之法 来来 你要投诉 来来 投诉你了 来 暴力之法 暴力之法 哎 大爷 瞧瞧 这样走三百六十度的 看见没有啊 哎 全击骨下来了 当这手机是从你手上滑下来的 啊 你别耐火 自己掉地儿摔碎的 没错吧 看见没有 三百六十度啊 再给他 再给他 拿洗的水 赶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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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笑容都开着来了啊 还开着呢 赶紧了 你也不许接电话啊 稍等会儿啊 稍等会儿啊 稍等会儿 哎 哎 高原 你干吗 啊 看看你电话我就撞墙 你接啊 你要敢接我就敢撞墙 我看你敢不敢负这责任 行 我不接了 我不接了还不成吗 你别跟程过不去 好不好 咱踏踏实实地坐这儿 我不接了 大爷咱们有点事 咱好好地去 行吗 来 坐坐坐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今天中午有特别重要的事 全让你给我耽误了 你知道吗 特别重要的事 全让你给我耽误了 我今天中午比你的事还大呢 我天大的重要事 让你给我耽误了 你知道吗 大爷 我对不住你啊 我有点心急 这样 您看 您有这么大的事 我也有这么大的事 咱俩互相配合一下 好吧 把口供给你录录了 完了 你忙你的大事 我忙我的大事 成吗 你忙谁呢 你当我三岁孩子呢是吗 我配合你把口供做了 到会儿你走了 把我给留下了 没事 反正我的事也让你们给耽误 我不在乎 我还不去了呢 我都坐这儿跟你耽误了 我告诉你啊 小心点 我岁数大了 我还稍微有点病 什么血压高啊 血糖高啊 血脂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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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下垂啊 胃下垂啊 蓝尾炎啊 关节症啊 没事儿 泡了呗 只要是您想 我能够担得起 我也不怕 我多把儿子养我 进来 怎么了 这人我查过了 有钱客 诈骗罪判了三年 上半月刚出来 有钱客啊 你怎么不早说啊 你不说话吗 这叫什么呀 法网恢恢 输而不漏知道吗 哎 哎 人们儿 咱们沉默了呀 刚才你不是挺横的吗 啊 你不是说你是一手把良民吗 行了 别慎着了 赶紧说吧 铁证如山的 啊 这么耗的有意思吗 你不有大事吗 我还有大事呢 赶紧的吧 可欣 啊 可欣 出来 没闪完呢 所长找你 什么事啊 出去你知道吗 等会儿 稍等会儿啊 不是很合心 所长找你有急馅儿 那个什么 津津赶紧给叔叔倒杯水 倒水的什么呢 倒酒啊 那个 行 那 那我直接去 你别走 行 倒个水 谁也别走 不是 那个 大爷 您听见吧 所长叫我 有什么事咱也别遮遮掩掩的 这能遮得住吗 我要和你们领导对话 来 来了 喝杯茶 小友请 部长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我这有急事 我走就该下班了 谁没急事 走什么呀 我哪儿走啊 不是 大爷 您的事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 这回您是冤枉的 我应该向您道歉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老爷子让你待会儿 你就待会儿 你就待会儿 不是 我确实有急事 老爷子让你待会儿 你就待会儿 那怎么着 我确实有急事 多大的急事啊 老爷子生着气你没看出来吗 你给我站这儿 站好了 还急事儿 你看这些小年轻人都不靠谱 老爷子 年轻细盛 办案确实矛头 我们刚才呀 跟那家具店的负责人 已经证实了 这事儿啊 确实跟你没关系 别往我心里去 都过去了 我们啊 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 我这所长向您道个歉 对不起您了 这样 我把车都备好了 待会儿啊 我亲自送您回去 您干怎么着 您是说我能走了 对对对 当然能走了 晚了 完蛋了 不是 你们说让我走我就走 你们说我跟这儿受审 我就得跟这儿受审 什么都你们说了算 但是把我按着警车拉了头 我就说 我跟他卖假家具的没关系 谁听了 是 是 你说这块小子 哎呀 不是所长 就是他 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 你怎么审我的呀 法网灰灰说是不露 那我算什么呀 你们是不露了 我看你们连影都没有 露什么露啊 大爷不好意思 这次确实冤枉您了 对不住 对不住 别跟我来这 你刚才那威风劲哪儿去了 你刚才那么阵阵有词 那劲哪儿去了 摔完手机就是威风阵的 不是这手机是自个儿掉的 不是不是不是 等会儿 来一个 这是您跟我说怎么回事 他把你手机给摔了 怎么回事 不是所长是这样的 大爷呢 刚才接受审讯的时候 他接电话来了 我不让他接 我说了多少遍他都不同意 我我没办法 我上去制止 手机掉地上了 他接好几个电话呢 我是谁 你是谁 我是警察 我当然可以接电话 那我是谁啊 我警察 你看这谁犯 行 行 苏长 你看这我嫌疑犯 我说您刚才是 我还不脑子呢 我 咱回家 咱回任意识 接着成我 我不是嫌疑犯吗 别说话了 这么没礼貌呢 你看你给大爷欺人这样 老师站着 别说话 谁嫌疑 嫌疑人随便收的吗 你看这现在小年轻的 实话太不靠谱了 苏长 你真的好好教育一下 我必须好好教训他 必须管雷勒 必须管您放心 这样啊 这事这样 雷勒啊 您看这事情已经发生了 您先消消气 先消消气 这手机也坏了 我也都知道了 您给我这所长提个建议 您觉得这事 我应当怎么处理 大爷 这样 您这手机应该是山寨的 对吧 我陪您好的 品牌您选 成吗 山什么事 什么山寨啊 我告诉你 你今儿当我大事的 你知道吗 我损失还大了呢 我也有大事 12号 今儿是12点 我在昆平办店 你知道我多大的局啊 你知道我要见谁吗 我人生大事 还有我这手机啊 所长 这是我爱上给我留意的遗物 它的价值 咱怎么去评办呢 是是是是 说帅就给我给摔了 对不起 大爷 真的 抱歉 我跟你说何琪 你从现在开始 把嘴给我闭上 一句话不能说 不是 所长 还有我这人身名誉 你说你当着 街坊邻居 那么多人的面 就给我安上警车 你给我拉走了 您让我有话 还怎么做人呀 我理解 我理解 梅言总 我当了这么些年所长了 您的心情 我特别能理解 您看这样行不行 您给我这当所长的 出个建议 您觉得这事啊 我应当怎么办 你这气才能消败去 三点 第一 排个新手机 好 第一点 一定没问题 第二 花里胡哨 一点没实用价值 那 那您说 哪需要改进 我立马改还不成吗 您只管说 没事 这么着吧 你呀 先给我安排个车吧 安排辆车 哦 买个车 哦 行 我明白了 不是 那你要哪款呢 不是 挑好的 挑好的 你 你自己看着办啊 啊 你看着办 不小心没喝水 我自个人看着办啊 拉长 我明白了 我全明白了 瞧好吧 谢谢 总顾问 总顾问 孟老师 这个 朱老师啊 这个脾气是稍微有点古怪 但是人特别好 很善良 心也很细 眼里不揉沙子 对工作是特别地认真负责 好 那 那我就先忙去了 好 好 你忙吧 好嘞 好嘞 您跟他多交流交流啊 好 好 拜拜 哎 孟老师 嗯 我今儿回头这桌子怎么撑呢 嗯 忘了 我先把这气球收了吧 小心点 好没好 坏了 您出来一下赶紧的 哎呀 村里来新人了 来说新人 来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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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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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谁这是我认识你吗哎呦 别说啊 真是人靠衣装 马 靠安安 您甭损我 这小伙子年轻长得精神 穿什么都好看 衣服架子摆大 哎哎哎你回来回来回来 妈呀 何欣现在给您开的份钱 干嘛呀 我就问了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 您这现在都老丈人了是不是 肯定给您少开不了 那是我自个儿凭本上挣了呀 哎呦 是您凭本上挣了呀 但是您现在都这身价了 啊 都这身价了 都挣这么多钱了 咱能不能 从这个 外形上注意一下形象 大黄瓣子 草头鞋 蓝裤子 布衣服 我这形象怎么了 有爱观瞻了 不是 我记得您年轻时候挺爱捣着的 现在怎么人老猪黄了 不收拾了 怎么说话呢 你就没有人老猪黄的时候 我也有啊 但是 您换身衣服 跟您这身价更匹配 是不是 来 我给您收拾 咱拿走 来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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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弟说让咱们俩早点去 行 没问题 那待会儿一会儿先到了团里 我把你先接上 好 咱们先吃饭 再跟他们二位 你弟我妹 不是 你会合 行吗 行啊 那个 我现在已经到体检中心了 拿了报告 我就去团里 你呢 我啊 我现在在你们家楼底下呢 等你爸 接我爸 我给他买了辆电瓶车 我跟这儿等他呢 来 想听实话吗 务必 我看着呢 为这活动你也算是拼了 绝对 震翻全场你这身 信不信 真的假的呀 绝对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这身比我都吵了我屋子 真的 以后就这么穿 甭换了 太合适你了 帅 不是 不是 我穿成这样能不能出门到底 什么叫能不能出门啊 太能出门了 时间往前走啊 绝对 全都给你说咱们主 看这辆车 给你买的 怎么样 这就是你买的车啊 对啊 不是我要的 它不是这车 是那个 这种车啊 不是你不明白 我跟你说这种车啊 它在小区里它不适合 你的工作范围不就在小区里啊 是不是 你在小区里开这辆车 它它特别合适 呸你这车行错 也可以 你知道吗 你那么大车 能给点停用呢 不好弄你 这车特别好 没事跟老年代不说似的 不是不是不是 叔叔你你不了解这车 这车特别的好 很节能知道吗 不用烧油 你来试试来吧 哎呦 你是开还是坐 我坐 你坐呢 来来来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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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上去上去 你试试吧 不会让你失望的 爸 我的六号棚啊 雷达在医院抢救 有生命危险 火速到医院见最后一遍 小致你听到了吗 我马上就到医院了 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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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几天 许致马上就来了 许美阳 我和你何言何仇 你要怎么害我儿呢 你打今天要是我算长廟 我要你给他长命 许美阳 要你的长廟 许美阳 别说了 这事到底能怪老许的 又不是他撞到儿子 这就是命 认命吧 队长 队长 连 vic 把我叫名編 尸严寺 励灯 励灯 病人家属是哪位 我是 安静 到底谁色 我是她的未婚妻 这是病委通知书 你签一下 陪她到底怎么了 病人全身多数骨折 肌腿断裂 肝功能衰竭 脑干瘦损 心里有个准备吧 就这几个小时这事了 趁她有口气 能听得见 想说的就抓你 说一说 没答 没答你还这么年轻 没答你 你不要想我 我怎么会知道 还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过一起 靠面你 我这么做是因为 我想逼你 我做梦 我做梦 是我太幼稚了 你不要吓我 雷达 你说 你说 你要娶我的 我回来了 雷达 你快醒来 你醒来娶我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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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坚强 你一定会醒来的 对不对 你一定会的 你快醒来 你醒来 我们就马上结婚 你快醒来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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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那个心电图的插销 好像掉了 滚蛋 你看什么玩笑你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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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的 是真的吗 这 这 这就是传说说的 回答 回答 别说话 我们就剩最后一口气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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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 你愿意嫁给我 是真的吗 我愿意啊 我愿意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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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车怎么开的 会开车吗 大叔 在医院拍戏的关系 帮我们的忙 帮我们的整个病房 让我们的演员 按照医生和护士 帮我演出 今天能起门神的大喜 你怎么回事啊 你没骗你 真出车过来 你怕 没事吧 没事 是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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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LY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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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 你给我去打工吧 这样也行啊 你说一个高材生 发了风去当廉价劳动力 你真是疯了 以前也没见你对我 这么客气过呀 怎么我出了一趟远门回来 还添了新毛病啊 就算你是他姐又怎么样 他就是不想花你的钱 让你养着 这有错吗 我觉得你应该骄傲呀 有这么一个自立自强的弟弟 杜伯伦 这 这 这什么情况 萝莉照也就鲜肉 请问你归姓啊 她叫雷锋 是天会的同班同学兼室友 雷锋你先回去 我跟我姐有几句话说 谢谢你今天特地来告诉我 天会的事情 等会儿 你们谁也不去走 杜伯伦 你能不能给我换个花样 玩一玩啊 长天会加长天会 闺蜜这种组合 你不嫌腻外 观众都腻外了好吗 我都跑了大半个地车回来 你还不死心 你还没有被那个小妞 给玩够吗 姐姐 你别误会 我是长天会的同学 但我俩绝对不是闺蜜 我们 我们其实往来不多 那你今天特意来的目的 不是为了长天会 是为了 小波 你看 又一个王小迅出现了 姐 你别误会人家 雷锋人特别好 特别热心 你叫雷锋 真名也叫雷锋 我可以看看你的身份证吗 学人证也可以啊 我凭什么给你 那你就不叫雷锋 你真名叫什么 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要骗小波 你说 姐 我没什么动机 我就是冲杜伯伦这人 我觉得他人挺好的 这事跟长天会 一点关系都没有 姐 你别这样 他就是天会的同学 帮天会很多忙 你这样太没礼貌了 杜伯伦 你不是瞎 你也是龙啊 你没有听到人家 刚才说吗 是长天会的普通同学 你以为 人家是党的交通员啊 冒着严寒酷暑 穿越大半个城来 给你送那封鸡毛信 我这走了大半个月 回来吧 冷锅冷灶等着我不算 我还等了封 这么冷言冷语的信 还冒出来一个长天会 和长天会的普通同学 杜伯伦 你好好想想 你有这么大的魅力吗 你们都不说实话是吗 那行 那我就去找长天会 我要告诉他 有什么不满的话 冲着我来就算了 玩弄我弟弟 挑拨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算是怎么回事 走 走 等一下 走走走 跟他们没关系 是我自己要搬出来的 不是 我就问你为什么呀 我哪儿对不起你了 你说呀 你先让他走 我等等跟你说 那不行 当日他的面 你就得跟我说清楚 要不然 我就去找长天会 你的钱是不是扒给你的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清楚我说的话 原来如此 这封信 就是跟我划清界限 以我为耻的意思是吗 杜伯伦 你和老爸绝交住在我这儿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不清楚吗 到底是谁 和你说的这些 你有什么证据 凭什么你就给我定罪了 你难道就凭你的想当然吗 我没有证据 反正你答应过我 不会用他给的钱 都是长天会跟你说的吧 长天会没有心情跟我说 这些有没有 他只跟我说 因为你 他再也不会理我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 好 我走 我不管你了 这封信 我留着 这封信 我告诉你 你离我弟弟远一点 我就算跟他断绝关系 我永远是他的亲生姐姐 如果让我知道你们欺骗他 玩弄他 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 认识他这个姐姐 我跟长天会真的不是一 多多多你这个大傻子 你好 斯蒂芬 欢迎参加我们 好 您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好 所以 您的英语如何 我不太厉害了 但我认识 我认识我的英语 是比较多的 好的 还挺溜的 不错吧 特意给你找的 高材生 我大学刚毕业 我想边打工边考研 我来自一个小渔村 非常感谢您能给我这次机会 这样 莉莉 待会儿我会出去进一趟货 等我回来之后呢 你就把他的劳务合同给签了 把五险一金给交了 从今天起呢 就给他发正式营用的工资 好吗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明白了 山东路那个单子又催了 你怎么回事 外卖员怎么还没来啊 那凯文有时间去送吗 今天都忙着呢 会骑电动车吗 会 知道山东路五号怎么走吗 知道 来 要是呢 在外面的车子上 骑电动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的 好的 谢谢啊 慢点啊 拜拜 我还要你陪着我 我还要你陪着我 你陪着我 在河河水中游 慢慢的花在沙滩上 走着草草 你到头 有个好 拿着露车上 世界 throne 每天安 前де следующий 家的手험 我们都怪我 人家上班第一天 我非得让人送什么外卖吗 我让他去就没救回事了 这事不愿意 愿我 我就多了那么一嘴 我问他 你知道山东路在哪儿知道吗 正好 人出事了 不不不 都怪我 我非得问他 那个电瓶车你会骑吗 行了 交通队一定会给出结果的 我现在就在想 只要斯蒂芬人没事就行 家属通知了吗 打了好多电话 终于把他爸妈给找着了 现在人正往这边来赶呢 崔大夫说了 病人全身多出严重骨折 重度脑人大 经过抢救 这命总算是不好住了 可还没渡过危险期呢 这病人全身多处严重骨折 就算度过危险期 这回夫妻也得挺长的吧 侯医症肯定跑不了了 他不会就此瘫痪了吧 咱们社跑都没交 这得花多少钱呢 现在想这些也没有用 你明天跟医生说 不管怎么样 给他用最好的药 最好的治疗方法 人一定会没事的 这个钱的事呢 我一定会负责到底 你知道这得花多少钱吗 给哪儿来这么多钱 这你就别管了 现在家属老板都到齐了 我来宣布一下 事故调查结果 由于你们的员工 骑电动车逆行 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这是具体的事故调查报告 您可以看一下 你说什么 如果您对这个报告 有意义的话 可以到我们大队去申诉 剩下的事情 你们自己协商解决 我哪儿远呐 你看 我喊呐 我好好的一个玩来 给你打工 怎么建成这样 你得骑我的说法呀 我们老两个就这一根独苗呀 我们可怎么活呀 对不起 对不起 叔叔 你怎么念呀 我们好不容易培养 这么一个大学生 我们好不容易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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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过呀 对不起啊 我们家就绝后了 对不起 对不起我把她弄好 我把她弄好 你 你看着该怎么办 你得表个态呀 叔叔 阿姨 是我们的责任 我一定不会推卸的 医生也跟我说了 说如果 后期护理得当的话 不会影响正常生活的 但是所有的 护理治疗的费用 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我们问过大夫了 大夫说了 我们家玩 很可能会瘫痪 打钥匙瘫了 你说我们可怎么活呀 他下班辈子怎么过呀 老天爷啊 你真疼心呐 现在说这个 会不会有点太早了 还得看后期恢复得怎么样嘛 你说是吧 再说了 这在试用期 我合同还没签呢 您二老放心 只要我能力能到达的 我一定会尽力的 老实说 我们确实是没有签合同 只是有一个口头协议 但是事儿我认 因为送外卖这件事情 是我让他去的 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万一他要是瘫痪了的话 我也一定会负责的 我现在要给您儿子去交费了 然后我这儿取了点钱 这些钱是给您导两口 这两天的生活费 您收着 那我先去交费了 你在这儿等一下 我陪您快去吧 不用不用 我陪着叔叔阿姨吧 你别走啊 你们别 别着急 这不是还有我吗 我在这儿陪你们 我陪你 姐 你找我什么事啊 咱俩不是已经断绝了关系了吗 还不回去好好读你的书去 没出事我可以不理你 除了是你还是我姐 可我根本不想要你这个弟弟啊 你说你有什么用 天天傻白填一个 什么用也没有 还是个白耳狼 我根本不想看见你 你赶紧走吧 我可以帮你 你帮我什么呀 我已经够赌心的了 你要是不想给我添乱 你就好好回学校 读书 我不能让别人欺负你 你姐我是谁啊 我还能让别人欺负了 都处理好了 快快快上车上车上车 我这儿不能停车 快点 这是哪儿 你来这里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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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看房吗 建邦天海的独栋 三百五十平的一套多少钱 那个小学现在可火了 业主都吸收 您说那个户型 要是位置好点 得六七百万呢 六七百 我有一套 挂六百五十万 应该出得很快吧 您谁要卖呀 还有 六百五十万 估计是有点高啊 你刚刚不是说很抢手的吗 这个看的人多 他买的人少呀 这客户本来就是摇摆不定位居多 要是价格上对客户没什么吸引力 您是想早点出手 估计有点难 话都让你给说了 那你觉得怪多少合适啊 我觉得五百五差不多了 五百五 无奸不伤啊 一下给我砍了一百个多 五百五 给我挂出去 好嘞 姐 您稍等啊 您稍等 你爸好 叫我啊 姐 你真的要把房子给卖呀 那要不然呢 我一个靠啃老活着的人 我能有多少存款呀 你承认你用他的钱了 杜伯伦 你是猪吗 干吗骂我 你现在给我听清楚了 我用的车和房 全部都是我自己挣来的 我以前是不愿意跟人家解释 我没法跟人家解释 我也不稀罕跟别人解释 别人怎么看我 我无所谓 可是我偏偏碰到 我的亲生弟弟 是个缺心眼的人 他还真就不相信 非要跟我绝交 你说你今天 表现出来的那个情商 我要把你扔在社会上 你一个人能活下来 真就是一个奇迹 所以我再不想说 我今天也得说 而且我说的是最后一遍 你爱信不信 反正你也帮不上我什么忙 你要是嫌我用老爸钱的话 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我相信你 其实那天你走之后 安宁珠跟我说了 他说作为亲人 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应该闹这么大的情绪 而不况我没有真实证据 我不应该错怪你 我想了想 他说得很对 总算有个脑袋 明白点的 比那个长天会强多了 我跟他没那个什么 你觉得 我们两个以后住 三居室够不够 位置选哪里呢 你现在是我们家 唯一的男人 你的建议对我来说很重要 姐 虽然我有道德洁癖 但我觉得 你在这件事情上太圣母了 他自己做错 连累你 你还帮他付钱治病 于情于理你都人之意尽了 凭什么要签什么合同 管他之后的生活 还为了这件事情 还要卖房子啊 不用你管那么多 我就说了 我做什么事情 都不愿意跟别人解释 再说这是我的钱 我爱怎么花不用你管 我就扔合理 我听想要我也舒服 我高兴 姐 合同给您办好了 麻烦您过来签个字 来啦 来 来 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有消息通知我啊 好嘞 姐 您慢走啊 慢走 你不考虑一下啊 去去去 我待会儿要办事儿 你自己打车去学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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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会的 你爸 我说 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